你们说要看南城 那今天就来拍一期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南城这边有没有在清仓 南城这边不怎么清仓的 因为这边的货本来就不多 而且他们这个货的话都是走得很快的 不像万家那边 万家那边因为它每个档口的面积还是挺大的嘛 这边基本上都是档口面积不大 只是有一小部分在清仓 再加上这边的楼层也是蛮高的嘛 有一到五人 但是万家那边它就只有一到二楼 而且逛起来挺方便的 很多人都是直接去一楼里面去逛 这边它挂出来的这些是可以清仓的 还有就是有些很多档口 它其实早就在内部 就比如说在一些他们的群啊 或者是朋友圈里面 它针对的这些拿货的人 它就进行了一圈清仓 就比如说这个款它刚好可能就剩下100或者是比较少的那种数量 300斤以下它就发那个朋友圈低价的话 很多人拿货它就已经拿完了 就没有什么货可以清的 现在剩下的这些都是最后的不要闪的或者是说有一些肯定是稍微有一点瑕疵品 春款这个月就要开始了 一般来这边上春款的都是做二批的他们会上春款 像实体店尤其是北方的实体店基本上都不用怎么上春款的 除非说你是冬装没有多少了你想把这个春款给抓住的话 那可能到10号这个样子会来这边看一下 那个时候应该是蛮多的 现在档口挂出来春款的没有几个 只有那个万家的二楼那些卫衣它是春款已经拿到档口上去了 但是它是用一个布给盖住的 还有13号那边有些档口已经上了春款了 也是把那个门帘给拉起来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春天或者是秋天上新的时候 这些档口它会用布给盖住 但是到冬天的时候他们丧心就不用布给盖住了 这个时间点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刚好是春天春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嘛如果说你的新款是拿到档口里面去来 来的话你刚好是被别人知道了 那同行就很容易防板嘛 而且这个时候拿货的说实话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的 如果是那种就是一般的这种小规模 这个时候一般都不会上春款 所以说他们把那个帘子给拉起来 就是为了就是找到优质的大的那种客户嘛 秋天也是一样的 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就没必要了 因为冬天如果说你再把那个帘子给拉起来 那人家很多人就不想去你们家了 觉得怪麻烦的 那个时候心态是不一样的 时间点不一样 130买来自己穿 就更白一些 南层每个楼层的质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除了那个一楼的裤子 它有些是跑亮的 那种质量稍微差一点 还有就是二楼的一个半身裙 其他的话 它的质量水平都差不多 但是要看价格吧 价格贵一点 它的质量就好一点 价格便宜一点的话 那质量肯定是稍微差一些 这种威力看起来挺小清新的 但是叫我卖的话 我是真的卖不动 因为人群不一样嘛 全场特价20 看起来好便宜哦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去年访问